那怎麽可以避开这些陷阱 即是不会被骗了自己的棺材本呢 那麽就总结了这些案子 一线搜查这些案子 以及我自己几十年的投资经验 就有几点忠告的 有三点忠告给大家的 就是避开这些投资产品的陷阱 就是银行的理财产品的陷阱 当我们的财务知识 根不上我们的财务的增长 而银行的利息是低过通货膨胀三倍 我们还想用钱搵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成千上万的不良财务顾问 想去收购我们 当作是狗菜那样 上两集我还和大家说了 保险公司的储蓄保险计划101 令到我供了23年 总共亏损了30万 原来我都不是最惨的 因为最少我还有七成的本钱拿得回 只是虚了三成左右 看到下面两个案件 他们真的更加惨 因为他们真的虚了棺材本 血本无归 没人想窮的 不过有钱都烦恼 你想想 放在哪里好呢? 难道放在家里的米缸吗? 当然会放在银行 不过银行的港元利息 今天汇丰银行收紧0.875厘 一厘都不到 今时今日香港的通货盘胀率是2.4% 即是说 你存款放在银行 每年负增长不见了1.5% 大家都不想见到自己的钱是愈来愈缩水的 当然想用钱赚钱 如果你是王国英 或者是曾渊仓 这些博士级的投资专才 当然是没问题 不过大部分我们是 投资方面 理财方面 我们不是专家来的 所以就发生了很多 很悲惨的例子 下面这个电视节目 虽然打了格子 不过 藍色绿色这个logo 很熟悉的 我相信 香港所有人都认得 这间银行 亦都是我曾经主要的往来的银行 因为它是香港三大的发钞行之一 是香港160年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我讲的是哪间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香港银行多个米浦 一共有163间持牌的银行 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头三十大 29间在香港都要分行 我传统的观念 觉得银行的信任度 是高过家里的米缸 我真的高过财务公司 和保险公司 不过有没有想过 银行都是商业机构 他不是善堂的 他都想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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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的职员 都不是职人 我都不打算派钱给你 他们都要跑去高塔 找花红 赚金融 过生活 那些钱从哪里来呢 早前开电视的一个节目 叫《一线搜查》 就逐访 访问了苦主Mary 她二千万的积蓄 辛辛苦苦 一生的积蓄 就被银行的经理 即RM 我们叫做 John欺骗她 买了高风险的投资产品 剩下170万 即不见了超过九成 原来她还帮她买了一份 John帮她买了一份 1,500万的燃缩 要她说 其实这个John欺骗的手法 和我之前遇到的 另外一间证券公司 叫新鸿基证券 那个经纪 一样的 就是不停的炒卖 不停的买出 买入 就是因为 她是不停的买卖外币 最后虚高的客人 就是客人 她一天不停的day trade 因为赚佣金 就是银行经理的RM 其实无事献应勤 非监即到 这个银行经理 在疫情期间 用口罩给Mary 哄她开心 要讲很多 她老公的交易秘密 给她听 令Mary没有戒心 于是将自己 乘负身家2,000万 交给她炒 剩下170万 其实Mary的案件 曝光了之后 也有另外一个Judy 找回一线搜查 扔了Judy 她说是否这个 很大件事 然后我看了 是呀是她 因为她比较大 一个人 一定认得到 你把户口租 剩下170万 我想问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做过什么行为 银行现在是否在调查 你又想问 公司方面 知不知这件事 Kate先生 原来她的老爸 和妈 80多岁的老人家 被同一个RM 即是John 即是荃湾分行的 这家经理 把200万的棺材本 买了高息货币挂钩 高息股票挂钩产品 赚了利息 高息就算了 8厘、7厘 这也是银行经理 惯用的销售手法 老人家听到两个字 瞬间就叮一声发光 就是高息两个字 其实我也中过招 我曾经是同一间银行 这间蓝色绿色的银行 被那个银行经理 替我买了一些 高息股票挂钩产品 不过我就 没有买得太多 我没有他买到200万 那么多 所以我亏的那些 就有限钱 可能我遇到个RM 好人一点 即是没有打算 赚到那么多 因为John 对于Judy的父母 就是不停买高息产品 最后就是由2100万 跌到70万 高息挂钩 其实银行现在销售这些 理财产品 都有一大堆 保护自己的问卷 风险 要你自己承担 还有六迷音 其实这一大堆东西 你能听得明白多少呢 那几万字的 有些Disclaimer 有多少人会看 还有英文 而且产品越出越复杂 我们又不是理财的专家 那怎么可以避开这些陷阱 即是不会被欺骗了自己的棺材本呢 那便总结了这些一线搜查 以及我自己几十年的投资经验 还有几点忠告 有三点忠告给大家 避开这些投资产品的陷阱 还是银行的理财产品的陷阱 有三点忠告给大家 第一 理财产品 千万 最好就没有假售于人 就没有交给RAM 帮你炒卖 所有RAM 都不是善人 他们不是打算帮你找钱 他们打算自己先找Commission 所以不要委托任何人帮你做交易 因为交易永远都是赚佣金的 他做得越多 他就赚得越多佣金 所以遇到不良的RAM 就像阿John那样 就血本无归了 最好你自己控制买卖的权利 如果看不明白 第二点 如果看不明白 银行的理财产品 千万不要买 银行的产品越出越复杂 我们都不是理财产专家 不是珍宇康 不是王国英 我们看不明白 千万不要贪 贪着头上两把刀 不要听到高息 保本 立刻在中国投入 天下哪有这么大的 垂垂垂垂 如果不懂得炒股票 老实实放在定期那里便好 现在美金有5厘 有4厘9厘 港元也有4厘 有一些稳定的货币 基金的户口 即所谓的现金簿 或者什么钱 我有机会再和大家介绍 那些都很稳定的 定息的收入 可以去到4厘多 港元也可以去到4厘多 然后第三个中局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摘在同一个栏 这是千古不变的定路 投资不同拍拖 投资一定要花心的 没有那么专一 就没有像Merry 将2千万交给同一个RM 买同一个产品 同一间银行那里 为什么呢 你放在这里有一些 那里有一些 那里有一些 你虧了三分一 或者四分一 你还有一些拿剩 你将鸡蛋 放在一只腩子里 一虧便是 total loss 我自己的经验 我会多放在砖头那里 我现在就是中山的一间酒店 参加了一个零团肥的看脑团 这些你不介意去多些 去看多些 没有立即买 你可以 不一定要跟我的 坊间有任何一间 这些看脑团 你看到十间八间 你自然有多些经验 你才决定一下 始终我觉得砖头 会比买股票 或者这些银行的理财产品 因为始终那个红宝仔 写的名字是你的 然后你看到Return 你是想CAPITAL GAME 对YAL GAME CAPITAL GAME 就是你赚一个升幅 过去20年 中国大陆不想港深 一线城市的升幅 都超过10倍以上 你买得中的话 你会发达 以前的100万 就变成1000万 以前的1000万 就变成1亿 当然你要买得中 即使现在 现在有一个down trend 现在楼市跌了 你看一下 CAPITAL GAME 这些资本的回报 一直向上升 那就看YAL GAME YAL GAME 中文就叫做 看回报率有多高 你买房子的回报率 如果只有2厘3厘 你省下 不买了 不如买银行好 如果有高式的YAL 这些砖头东西 我迟些会介绍一个 我这次来过法国 原来都有一些 买砖头的 真是有一个红本 而YAL 它就说去到30多厘 我不信了 打过半价也要10多厘 我相信应该有10多厘 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 有机会 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给大家 除了买砖头以外 我认为你把资产 放在三分一 或者是一半 买砖头都稳固 然后放在定期 定期是一种 是一种 如果是减息 大家知道 九月份 美国开始减息 都可以留意买其他的 ETF 或者是RADS 或者是 最简单的 就是放在现金簿 或者是前银那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这些很稳固的 是靠自己的老土的 佛系的 投资的方法 都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我可以分享 多些实践的经验给大家 因为今天 我刚刚就买多了一个 在中山 买了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满意的 即是回报很高的 而是有红本的 很稳固的一个产品 有兴趣 大家留意在此 下一期就是分享给大家 记得给个赞给我 然后分享我的影片 给所有的朋友 还有你有什么问题 和疑问 记得在留言那里留下 如果没有疑问 在留言那里留个赞 给个手指公给我 多谢你们 拜拜